開箱吃飯 現在包米,派發給老人家 或者有些不方便的人士 今天應該八百小包 大約三十多包,25公斤左右 我們應該兩三個星期 逢星期日都會派發 很難買到米,最近當然是去超級市場 但去到很多人 幾乎怕人踩人 我們走進去都不能進去 沒有想過在這裏會有一間米行 還有他們做出這樣的善舉 幫助很多弱勢的人 香港其實是很多 但是人們搞得很緊張 我覺得太敏感 在人們搶米搶得這麼厲害的環境下 你們還在這裏派米出去 可以幫到很多人 看到外婆的口罩都是帶 不懂得戴又提點了 怕他們有什麼 還有他們買得很開心 整件事是窩心的 看到好像隔著口罩見到他們笑 是 可能我今天反應不好 但不要緊 因為我會繼續 之後我都會繼續做 我們本身預算 我們都是派2000包至2500包 今天我想大約派了500包 多少錢 幾萬元 我們這次是早了三個小時 可能我們會多做幾個小時 因為始終現在都知道 香港的情況 大家都好像生活在水深火力之中 尤其是有些老人家 有時候搶米這段時間 他們都會很擔心很擔憂 都想讓他們放心 不要說可以令他們吃飽 但起碼令他們意解到他們意味之急 你問我是否可以真的 阿福都每個星期天都去派米呢 我們做不到的 但我們真的做到多少便做多少 一定要有足夠的人手去做 他們可能有些90後 00後 新的年輕生一代都很愛這個香港社會 我們經常都說我們怎樣教小朋友 我覺得都不及身教 如果我今天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其實可能到他30歲 有他一定小小的能力 他都可以做到那些事情 那我就做了這行都六七年了 那我都是幫我爸爸做的 爸爸媽媽都在這行都做了 有一定的年份 那之後爸爸就決定自己出來 去自立門戶 自己開了一間屬於自己的米行 米行屬於香米的批發商 那就是負責給餐廳食肆 那些供應香米給他們 少了三至四成左右 那現在就叫做多了一條線 就是會吸納多一些散客 或者我們那些叫做住家客 所以就像這樣 12樓、2樓那邊 現在送貨 送貨給我婆婆和公公 因為她生母說他們兩個老人家 逃不了這條樓梯 所以幫我們送上去 這裏不是多少 25公斤 Hello 老婆 你們是生母丸送給你們 令到他們感覺原來我們在米航買米都會有個方便 令到他們都不需要很擔心 而且本身香米是屬於一個戰略供應品 香港政府都會有規管就是 我們米箱或者我們就算有米 我們都不能全部賣掉 我們都要有一定的數量去儲存 其實香港你真的整個全香港人 一人買一包米一定夠的 如果你一人買兩三包米全積 就多多都不夠你買 三個人家庭來的 就進去店舖跟他們說 我想買米 他們說我要買三包25公斤 我就跟他們說三個人買三包25公斤 真的分分鐘吃到有場都未必吃完 所以我都會決定在自己的Facebook page 我每天去拍貨倉米的全量 然後我會給大家看我的店舖翻貨 叫大家 希望大家要維穩 令大家不要那麼擔心 以前這裡 整條街都是叫做買港街 正我們買批發 是超級少的 現在如果是這個地方 應該是 又分開了 應該是批發零售都一起到 現在不做批發就不夠了 因為有些是 好像大家這個臭小孩 在家裡都不能拿來搶米 超級少的錢都搶了 但我這裡也有 雖然是植用 但始終買的香港人都要吃 警察就有口罩 市民都沒有口罩 我覺得政府不知所謂 好久不見 有訝勞 мой